中国台北一届戴资颖当地时间17日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毛球公开赛首轮 以21、11、22比20击败新加坡女将杨嘉敏 稳稳挺进女单16强 距离生涯第500胜仅差一步 世界排名第四的戴资颖曾于2018、2019年完成丹麦公开赛二连霸 这周要挑战生涯第三冠 而目前已累计生涯498胜的她 也渴望在这周完成500胜的里程碑 戴资颖在16强赛身体状况不理想 爆冷书给日本好手大哭彩 日前小戴也发文说抱歉 表示对不起 我的最后一届亚运没能为台北队拿下一枚奖牌 连日来收到许多球迷温暖的讯息打气 戴资颖昨晚在IG现实动态写下 真心感谢大家的留言和讯息 不要担心 我没事 毕竟运动员哪有这么容易被打败 加油总是对自己说了千百万遍 更没有真的放弃过 戴资颖直呼 没有想说什么 接下来尽全力把自己照顾好 不让遗憾再发声是最重要的 能够在场上尽情的奔跑 绝对是最开心的事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 中国台湾选手戴资颖以78,651分超过西班牙选手马林 泰国选手拉查诺升至女单世界排名第一 这也是中国台湾选手首次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从香港结束比赛回到高雄后 戴资颖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4年 旧金山巨人对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拿下五年内第三座世界大赛冠军 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五数年传奇 当球季结束 大家仍惊讶着谜语传奇中 尚未回过神来 两个赢球大功臣的季后生活报道 把镜头拉回现实的人生 日子还是一样 我太太一样每天晚上会叮咛我 叫我记得下楼倒垃圾 巨人队总教练Bus Barchi在回答媒体提问 他拿到冠军界后 球季结束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时这样回答 而当大家仍在回味议论 Madison-Bongarner季后赛鬼神般的表现时 媒体登出了他在森林里专注砍树的照片 拿下许多球员可望一辈子的世界大赛冠军戒指后 Barchi仍是每天被太太使还下楼倒垃圾的丈夫 Bongarner仍是经常扛着斧头上山伐木的巧夫 羽球选手戴姿影在夺下香港公开赛冠军后 累计积分晋升到世界排名第一 从台湾球后攀上世界球后的高峰 一如往常 媒体一窝风争相报道 当然 不会有任何一则报道 可以速成廉价地让我们完整了解到 这位今年才22岁的球后 背后辛苦而漫长的成功之路 让我们换个角度 从私下戴姿影日常生活测写 看看球后真实人生的另一面 小戴高雄家中客厅 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简报 逐一细读 不难发现 几乎没有近几年的报道 已是约莫四五年前的新闻了 原来墙上这些全出自小戴85岁奶奶的手 现在奶奶老了没捡了 墙壁上就没有人再收集更新简报了 戴爸爸笑笑说着 这其中有一则小戴的小故事 每年征战世界各地 小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台湾 每每整理行计时 球具却不是他最优先想到处理的 从小至今 小戴睡觉仍抱着一个抱枕 原来这抱枕是他婴儿时妈妈帮他买奶粉时送的 不知哪一年 那抱枕被妈妈丢了 小戴随便找了个替代 便一直随身至今 我好奇问他 都没有出去参赛忘记戴的经验吗 一旁那戴妈妈忍不住帮他回答 他才不会呢 每次要出发的前一晚 他整理行李的第一件事 一定是先把抱枕放进行李 谈起了这个抱枕 妈妈们一定都有关于儿女成长过程中有趣的故事 带妈妈说有一次他看小戴睡着 抱枕抱得紧紧的 他忍不住好奇将抱枕转了个方向 没想到他立刻顺手将抱枕转回原本的方向 一旁的小戴听了小小翻起白眼 补了一句 对啊 超白觉得 换方向我一定会知道啊 这争战到哪从未离身的抱枕 对小戴来说 就像家人不管到哪都始终陪着他一样 支持着他在场上的表现 除了如每个家庭日常的斗嘴 私下的小戴是个孝顺的孩子 有一天 高雄受到台风的影响 滂沱大雨下的没完没了 为了公益广告的拍摄 小戴全家五六点便起床 在大雨中骑着电动车 往返于球场与家之间 小时候就是这样啊 我们夫妻每天骑着电动车送他到球场练球 待爸爸早已习惯 不以为意 直到近中午即将杀青收工 小戴逐渐卸下影片主角的角色 转换回归到日常儿女身份 结束工作 小戴准备上台中 而父母正要外出与拍片工作人员聚餐 将只剩奶奶一个人留在家中 小戴爸妈不停与他及奶奶 讨论奶奶午餐该如何处理 最后小戴拿起了电动车钥匙 穿起雨衣 外出帮奶奶买了几份他爱吃的传统小吃 小戴回到家后 仍不慌不忙地在客厅进进出出 我好奇问他不是要赶坐高铁上台中参加聚会 他笑说根本没约时间 反正几点到就几点到 只是因为他人经常在国外 这个聚会约了好久才终于约成 我们是之前在一起训练的朋友 后来大家便没再碰过了 里面只剩我还继续走在运动这条路上 其他人现在都已经换跑到了 如同戴爸爸常对媒体透露的 小戴这个从小跟在爸妈身边一起打球的 非典型球员养成之路 小时候不爱练球 如今站在世界顶尖舞台上 开始努力逆向学习 补足而时不爱练球而相对缺乏的基本功 即使一切再怎么辛苦 家人的爱始终陪伴在小戴身边 就像那颗安心抱枕 让他有继续努力进步的动力 日子还是一如往常 该吃的苦只会因为获得世界第一的球后身份而加重 不会减少 没什么特别感觉 只是以后个人介绍履历上比较好看而已 小戴淡然成熟的回应外界好奇他登上球后的心情 中国的羽毛球运动一直以来都被受瞩目 无论男子还是女子 都有众多的优秀选手 近期在亚运会的一张证件照中 中国羽毛球名将戴姿颖的美貌火了起来 许多球迷纷纷表示 他是年轻版的张曼玉 戴姿颖是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名重要成员 他的出色表现和独特魅力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将详细介绍戴姿颖的成长经历 羽毛球技术以及他在亚运会中的表现 展现出这位年轻选手的魅力 戴姿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在他小时候 他的父母就发现了他的体育潜力 并鼓励他参加羽毛球训练 从小 戴姿颖就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天赋和技艺 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各种赛事 并多次获得优异的成绩 这一切都为他未来的羽毛球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姿颖被誉为中国羽毛球的张曼玉 这不仅因为他的美貌 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羽毛球技术和出色的表现 他以独特的技术风格在比赛中频频取得胜利 戴姿颖的球路独特 他的击球力度和准确性让他在比赛中常常能够逆袭对手 另外 戴姿颖的速度和敏捷性也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他能迅速反应并准确预判对手的动向 从而做出有效的回应 这些优秀的羽毛球技术使得戴姿颖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 也是中国羽毛球队的中流砥柱 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主力成员 戴姿颖在亚运会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和出色的表现 他在比赛中凭借着敏捷的动作和精湛的球技 轻松战胜对手 并取得了多场胜利 在亚运会的决赛中 戴姿颖与日本选手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凭借着他的技术和意志力 戴姿颖最终击败对手 为中国队赢得了一枚金牌 他的优秀表现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和贺彩 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了中国羽毛球 戴姿颖的美貌让人联想到了著名演员张曼玉 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是容貌 戴姿颖具有与张曼玉劣势的气质和魅力 他的优雅和自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像张曼玉在电影中的角色一样 戴姿颖在羽毛球场上展现出了一种强大的魅力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他的出色表现和与众不同的气质 让他成为了中国羽毛球界的一颗闪亮之星 戴姿颖身体素质出众 手法多变 球风硬朗 戴姿式的打法以拉调突击为主 在多拍拉调中消耗对手的体力 当对手出现破绽时 杀球上网推 扑 勾 放 善于通过停顿 假动作造成对手二次启动 反手球变化多端 反拍滑板调直线屡试不爽 经常看比赛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近一年以来戴姿颖改变了打法 一改以往打多拍消磨对手体力的打法 而是以进攻为主 先攻 先下压 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这种强攻打法势必会带来较高的失误率 因为下压球比起高球除了底线和边线的要求外 多了一个球网的阻导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场上戴姿颖失误率高的原因 在羽毛球比赛的最佳球集锦里 戴姿颖一定是个主角 他为我们奉献了太多精彩的比赛 94年的戴姿颖已经28岁 注定开始走下坡路 也许这是他改变打法的主要原因 近年也有退役的传闻 戴姿颖取得了很多个公开赛的冠军 却和世界大赛冠军无缘 今年的世锦赛止步于半决赛 李宗伟出版了一本书叫败者为王 可以说戴姿颖就是女版的李宗伟 也许这是宿命 也许不完美更美 戴姿颖是中国羽毛球队的大将 他以他的卓越技术和独特魅力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成长经历羽毛球技术以及亚运会的表现展示出了这位年轻选手的魅力 戴姿颖的出色表现给中国羽毛球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也为年轻一代选手树立了榜样 让我们一起期待戴姿颖未来更加辉煌的羽毛球生涯